大跃进的教训,就是不吸取教训。 中国近期发生的晶片芯片,大跃进,是否在重复不吸取教训的历史?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这是黑格尔的名言。 中国1958年,大跃进唯一的历史教训,也是不吸取教训。 1958年,中国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以悲剧结束。 60多年后,昔日大跃进的模式继续重演。 中美贸易战后,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端芯片封锁。 中国官方自力更生发展高科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嗅觉灵敏的商人或国企纷纷投资芯片,政府相关部门出台指导意见。 在国家的倡导下,商人追逐金钱,国企谋取补贴,遂出现了壮观的运动式产业大跃进。 截至2021年2月,中国共有晶片相关企业66500家。 2020年,全年新注册企业22800家。 同比增长195%,仅广东就有22900家。 2021年的数据增长更为迅猛。 前两个月注册量已达到4350家。 同比增长378%,但晶片大跃进,很快就爆出盲目投资的烂尾乱象。 2020年9月,号称是千亿元人民币项目的武汉红芯,烂尾搁浅。 去年5月总规划598亿元的济南全芯烂尾。 去年7月,资产规模达3000亿元的清华紫光面临破产。 需要破产重组后,获得新生。 晶片大跃进投入的资金,达上万亿元。 据媒体引述不完全统计,包括安徽等十多个省区。 仅在2020年,规划投入资金的目标,就高达14200亿元。 人们还在继续观察,晶片大跃进的结果如何。 这个月,中国政府发起晶片反腐风暴。 晶片领域领军人物纷纷落马。 8月9日,华新的杜阳和杨征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之前已落马的有,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员司长, 芯片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 管理芯片大基金的华新元总裁陆军, 工信部原部长肖亚庆。 还有三名传出,被带走接受调查并失联的,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和前总裁雕石金。 芯片大基金旗下的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王文忠。 这六人都与俗称芯片大基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密切关联。 造新运动之后的中国芯片产业没有获得突破性成果。 招商证券援引IC Insights的数据, 去年在中国制造的价值312亿美元,约433新元的晶片中, 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生产了价值123亿美元的比重。 在中国1865亿美元的晶片消费市场当中, 占比6.6%,台积电、SK海力士、三星、英克尔、联电和其他在中国拥有晶圆厂的企业, 则生产了价值189亿美元的晶片,占比约10.1%,剩下的均依赖进口。 这知识从量的角度看,从质的角度看, 14纳米晶片的困境没有突破。 造新运动没有突破性成果。 不能用腐败来解释,关键是违背了发展晶片的客观规律。 晶片既不是一家企业,也不是一国可独立制造完成, 而是全球供应链的产物。 也就是说,晶片从研发设计到成为最终产品, 是全球各国分工和合作的结晶。 从横向看,晶片制造要精力研发和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阶段。 2019年,全球前三大晶片设计商是美国的博通、高通和英伟达。 这类企业被称为无精原厂Fabos的晶片设计商。 他们把生产承包给代工企业Foundry制作。 台积电是晶片制造最大的代工企业。 封装、测试处于相对容易的阶段, 但这只是相对而言。 设计之前还有研发,研发又是一个独立阶段。 晶片设计也是全球供应链的产物。 例如中国半导体设计离不开英国ARM。 英国ARM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供应商。 但晶片设计者使用的设计软件, 需要软件供应商提供。 从纵向看,晶片供应链, 还包括设备制造商和材料供应商。 美国应用材料公司, 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 但唯独荷兰的ASML能生产EUV光刻机。 7nm以下的晶片离不开ASML光刻机。 但ASML的光刻机, 也不是从头到尾独家完成。 也不是荷兰举一国之力独立完成。 其中相当多的部件就来自美国。 战争年代思维, 不是用高科技产业。 晶片诞生几十年的历史, 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以不全球分工和合作史。 形成晶片的任何一个环节, 都是核心技术。 一国要掌握晶片的所有核心技术, 是不可能的。 一国或一个企业, 能在晶片领域某个环节上, 获得绝对优势地位,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英特尔是晶片发明者之一, 拥有从设计, 制造到封装测试的全过程, 但放弃了研发, 更不参与晶片材料和设备的制造过程。 英特尔的主打产品是CPU, 却放弃了储存晶片, 而英特尔还是借助储存晶片起家的。 台积电与英特尔比较, 不参与设计和封装测试, 更不要说参与研发。 晶片的分工与合作时, 完全是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 不是政府刻意为之的产物, 即使有政府资助, 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金钱堆不出晶片, 人多对晶片生产也不起作用。 在战争年代, 靠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在经济建设粗放阶段, 靠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些思维模式应该与事并进。 美军的沙漠风暴宣告人海战术已过时, 今天, 俄军的装备和兵力数量优势, 在乌克兰节节败退, 不以市场为基础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适用于高科技产业, 更不适用于晶片。 用计划经济思维搞晶片产业, 只能办纯事和坏事, 政府向特定企业投入巨资, 规定在若干年内的计划任务和实施目标, 最终只能迫使没有深厚积累的特定企业造假。 2006年爆出的上海汉星造假事件, 就是一个实力, 也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的案例, 这才会有晶片大跃进。 在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 这只能为丧失底线者创造迅思舞弊的机会。 一个国家若想在发展晶片的过程中不依赖外国合作, 就意味着仅凭一国之力, 与全世界晶片领域抢手对立起来, 这是错误的道路。 全球化时代, 美国或任何一国都无法做到, 在晶片所有核心技术都自力更生, 中国更做不到。 做不到的是一定要做, 只能出现一个个没有吸取到任何教训的案例。 摆脱依赖, 使用技术攻坚。 芯片法案及近期公布针对包括EDA软件在内的四项技术出口管制措施, 将对中国芯片产业造成巨大冲击。 法案规定, 获得资金补贴的芯片企业, 未来十年内不能在中国增产小于28nm的先进制成芯片。 此外, 美国主导CHIP4准备于日本、 韩国和台湾形成封闭性质的半导体供应体系和产业联盟, 将造成中国大陆获取芯片技术、设备、 资金和人才资源的难度更大, 竞争力更趋弱。 全球化已发生变化, 中国不再如过去般, 容易获取国外资源, 因应变局。 中国既需要以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也需要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灵活的方式。 与各国推进科技合作, 招揽全球人才。 中国需继续推动自由贸易, 以更开放的格局, 因应美国的遏制。 在美国科技脱钩遏制中国策略下, 首先要突破的是自身内部瓶颈。 芯片研发与生产, 是大型的系统工程, 是从基础的物理、 化学、光学、材料科学, 一代一代累积出的成果, 是综合科研能力的较量。 芯片的生产, 更是一种文化的总和力量。 从工程师的工作态度, 到与上下游建立分工合作机制的企业文化, 都续完备, 不能一蹴而成。 当前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二十大芯片企业, 中国占19个, 预计到2024年, 中国将建设31座大型晶圆厂, 占全球新建晶圆厂的一半。 中芯国际在美国制裁下, 将技术提升了两代。 7纳米芯片开始量产。 中芯今年第二季净利润, 由于分析师预期, 显示中国芯片业, 是可以走出自立自强之路。 但长期来看, 外部压力, 会加速中国芯片本土替代进程。 若应对得当, 未必不能走出困局, 且可能迎来更广阔的行业发展前景。 从基础与优势面来看, 中国是全球产业配套最齐全, 芯片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 2021年, 中国芯片消费额超过1900亿美元, 占全球消费额近四成, 预计到2030年, 有望达到五成。 此外,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工程师队伍, 成熟的工业生产水平, 和完备的基础设施。 政府重视, 并不断改善投资经商环境。 在全球芯片市场, 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竞争力。 拜登总统签署生效的芯片法案, 目的在提升美国本土制造芯片比重, 保障供应链安全, 并解决国内失业率。 同时也体现了拜登政府对中国投资, 结盟和竞争的三分法思路, 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竞争, 科技脱钩过程中的, 又一次标志性事件。 以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中国芯片制造被卡脖子, 关键在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尖端科技的突破与文化养成, 需要大量基础科学研究的点滴累积, 稳定的科技和金融政策, 良好的基础科研环境, 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与双赢的企业文化。 中国今年开始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 将提高基础研究经费, 占研发经费比重, 并实施科技体制改革, 三年攻坚方案。 只有用长期, 踏实地投入基础研究, 负责任的工作文化, 与追求双赢的组织文化的养成,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问题。 自2016年, 美国对中国展开制裁, 中国无法购买任何先进制程设备, 就决心打技术攻坚战, 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 中国芯片业, 在政策加持和市场需求下, 迎来了投资热潮, 但在运动式发展下, 出现炒作圈钱, 烂尾项目, 投资浪费等现象。 最近陆续传出五位国有半导体基金高管, 涉摊被捕, 芯片反腐风暴, 凸显北京治理的决心。 中国需寄取教训。 美国自2018年开始, 在关键技术上, 对中国实施精准遏制, 迫使中国更加重视, 芯片业自主替代, 和产业链安全。 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 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要靠自己, 并设定, 2025年, 国产芯片自给率, 70%目标, 为打好技术攻坚战, 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 大力推出支持芯片业发展政策, 尤其北京证券交易所, 锁定科创板, 重点扶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有利于更多社会资本, 涌向芯片, 半导体行业。 小巨人企业,